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我是麦信妍 吉林省吉林吉林林市 昨日发生伤人事件 至少5人受伤 包括4个去到当地交流的美籍教师 怡凶同一被捕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 事件属于偶发性 又强调不影响 上午11点多 吉林市北山公园里 想中的男人和一名外国人发生碰撞 于是辞到刺伤那名外国人 以及三名同行的外国人 一名内地游客上前祭祀的时候 亦都被疑空刺伤 伤者已经被宋苑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美国亚奥亚州弗龙山 康奈尔学院证实 其中4名伤者是那家学院 派去吉林北华大学 交流授課的教师 4人当日在中方人员陪同下 游览北山公园 下方已经与4人联系 并提供协助 在北京外交部说 警方正调查事件 初步判断是呕发事件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方一直采取有效措施 并将继续采取相关措施 切实保护 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有关的偶发案件 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 正常的开展造成影响 美国国务院说 密切关注事件 据亚奥亚州众议员 习布纳透露 其中一名伤者是他的哥哥 手臂被站伤 暂时无大碍 但是仍然要留院观察 另外至少两名伤者 正在交互病房留意 情况未明 其他国会议员亦有发声 谴责事件可怕 又说已经联络美国驻华大使馆 确保伤者得到良好照顾 并安全回到家 有线新闻 认证与报导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已经就欧冠决赛当日 有皇家马德里球迷唱欲华歌 向球会提出严正交涉 使馆声明说 对皇马个别球迷在采访中发表欲华言论 言辞低俗性质恶劣 对此深感震惊和愤怒 已经第一时间向皇马提出严正交涉 声明引述球会说 皇马对个别球迷行为表示反对 同时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排外、仇爱、言行 认为有违球会的价值和原则 绝对不代表皇马和广大皇马球迷的态度 又强调重视中国球迷 以及与中国的友好联系 国家完成第四批预备航天元选拔 一共有10人入选 包括两个来自港澳的在河专家 选拔范围亦首次扩大至三军 多局说会架开地质、野外实习等课程 为登月任务做准备 何心言不道 第四批航天元选拔包括有8名航天驾驶员 和2名分别来自港澳的在河专家 他们将会进入科研训练中心 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以往航天驾驶员主要是空军出身 今次选拔范围就扩大到海陆空三军 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 当局说无论是选拔还是训练都综合考虑了 太空站和登月两大任务 增设地质等的相关课程 基础的跟地质有关的课程我们就开设了 后面还要安排航天人去做野外的实习 地质考察等相关的这些科目的训练 载人航天工程正是研制训练模拟器 现役和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都要一起参加 为登月任务做准备 中国在1995年开始第一批航天员选拔 当时只有14名男性空军飞行员入选 其后才逐渐加入旅航天员 工程师和载河专家 当局说选拔方法和标准都会根据任务作出调整 比如说造成敏感性的选拔 这是我们前期没有的 到第四批的时候 我们在职业基本素质的考察方面 在三批选拔的基础上 我们又增加了虚拟现实训练器 对出商活动的一个体验 还有就是手控交互对接的操作的体验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 随着国际航天合作深入推进 日后将会有外国的航天员参加选拔 并且执行中国太空站任务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午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加强党的领导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正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他又提到 要坚持以开放速创新 健全科技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另外习近平强调要稳定粮食生产 确保粮食安全 必须保护和调动 农民种粮和地方找粮积极性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总理李强将会出访新西兰 澳洲和马来西亚 外交部宣布 李强星期四起出访三国 在新西兰期间 将会同总督基罗 同总理拉克森会谈 讨论中心、关系和国际地区议题 之后转访澳洲 同总理亚尔班内塞 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还放话期待两国增进理解互信 究竟更成熟稳定的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李强还会去到马来西亚 同最高元首逸布拉因 同总理安华会谈 还会出席两国建交50周年活动 南韩传媒报道 南韩和中国官员 下星期会举行2加2副部长级会议 韩联社引述外交消息说 南韩和中国正是最后协商 外交和国防官员下星期初 在首尔举行的外交安全对话会议 副外长孙慧东和南韩外交部次官金空军 可能与会 余猎会讨论两国关系 巢俄合作等等 而近日南北韩因为垃圾气球 和南韩恢复广播喊话的问题 令局势升温 双方还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 内地首条灵炭沙漠公路 累计生产绿色电能突破500万度 绿电代替柴油发电抽水灌溉 在绿化沙漠的同时 亦可以减少3400多吨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自沙和环境保护双重功效 温出南韩传 内地首条灵炭沙漠公路 位于新疆塔里木油田 全长522公里 是内地目前距离最长的 太阳能灌溉自沙工程 累计生产绿色电能突破500万度 公路两边新建的86座太阳能发电站 每日可以生产大约11000度电 沿途的水源井全部使用清洁电能 替代柴油机发电抽水灌溉 每年可以减少消耗1000多吨柴油 减排二氧化碳大约3410吨 沙漠公路光发电 开启了阳光阳绿新模式 我们采取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自沙改土水资源综合利用为一起的 循环发展模式来改造沙漠腹地生态环境 而在塔克拉马干沙漠福地和边缘就建成了规模达130万千瓦的四座太阳能发电站 在楼沙上搭建274万块太阳能板 连设计发电量达21亿度电 我们的桌边类似一个小盆地 我们整个光阂就建在这个小盆地里面 桌边的这个小沙丘对我们是个保护 塔克拉马干沙漠 下季地表温度高达涉事70几度 加上极少落雨 发电站建成之后增加了阴凉的地方 同时减约风的侵袭速度 和减缓地表沙的流速 现在已经生了大约1500棵植物 有线新闻 卓华报道 台湾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 再增加一人死亡 累计造成6人死亡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最新的死者是一个46岁的女人 今年3月21日 曾经在保林茶室吃滑蛋河粉 两日之后就医 期间曾经接受换肝手术 之后一直留院治疗 在今日下午3点多不致身亡 其他中毒患者目前已经出院 四川雅江沿受到暴雨影响 多地发生泥石流 至少两人失踪 在雅江沿河口镇 连日暴雨导致多个路段 星期一起出现泥石流 交通中断 四川水利厅通报至少两人失踪 梁山州和金枝州 有九百多人要撤离 当局说已启动抢险应急预案 对受灾地区展开管制措施 内地三日端午节假期 一共有超过一亿人次出游 总消费额超过四百亿人民币 文旅部说 端午节假期 旅游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大部分旅客都选择短途游 或者留在本地消费 国内旅游人次一共有1亿1千万人次 按年增长百分之6.3 消费总额超过四百零三亿人民币 较去年增长百分之8.1 而根据交通运输报数据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就预计有超过六亿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加大约一成二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